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地周日半岛电视台突然被关台 以色列给的理由就是报道不公替哈马斯说话 在以色列新法规范下半岛电视台当地频道并黑屏 只能以文字通知观众这个噩耗 甚至连线上官网都遭到封锁 全面封杀半岛电视台显然纳坦雅胡不乐见声音不同的媒体 半岛电视台则是强烈驳斥 认为以色列说的全是危险荒谬的谎言 以色列违反新闻自由 前置媒体强硬态度也让长期相挺的盟友 美国倍感压力 美国为何突然暂停提供武器 原因还不清楚 但恐怕也让美国与以色列已经出现裂痕的关系更加紧张 TVB的新闻都不倒 我们刚刚一起看到以色列政府关闭了半岛电视台 现在有些抨击的声浪批评时机不对 恐怕会破坏以巴停战谈判 的确加萨的停火谈判没有显著的进展 但你看到以色列与哈马斯互不让步 因为以色列持续的空袭拉法式 甚至将推土机开进约旦河西岸 准备围捕哈马斯成员 以色列迟迟不停火 除了引发美国大学示威学运 现在在加拿大以及德国都出现了反战神浪 加萨拉法的救难人员爬上长梯 从被炸毁的房子外救出孩子 成年伤者也被担架固定 沿着长梯降落送上救护车 另一头约旦河西岸 房子冒出浓烟泡声隆隆 一旁还有以军的推土机强制拆除房屋 以军周六空袭拉法以及约旦河西岸 造成至少八人死亡 轰炸过后居民回到废墟找寻生还者 加萨危机依旧看不到尽头 在德国柏林还有加拿大蒙特罗都有声援抗议 不过最激烈的还是以色列国内要求纳坦雅胡拯救认知的声浪 以色列和哈马斯究竟何时才能停火 以色列媒体报道有了最新三阶段提议 第一阶段为期四十天 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三十三名人质 已军从加萨部分地区撤军 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都维持四十二天 分别释放活着的人质 以及交换阵亡人员的遗体 哈马斯消息人士宣称 目前已得到美国保证 以色列将在三阶段协议完成后 从加萨完全撤军 不过这是以色列一再拒绝的条件 双方是否能找到共识 全球密切关注 T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继续来看 在美国的校园 因为挺巴勒斯坦的示威抗议 已经有超过两千人遭逮捕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谈话 他在和平与暴力的抗议之间 划清界限 也重申他的立场 他支持以色列 表示学运不会改变他的政策 不过有些人提出了示警 甚至也直言了 这场的反战示威 恐怕冲击到今年11月的美选 进步有可能动摇拜登选情 对席卷全美大学校园的 挺巴勒斯坦学潮 揭默多时的美国总统拜登 二号终于打破沉默 在白宫发表谈话 强调言论自由和法治 在校园抗议活动 必须被尊重 自4月18号 全美至少40所大学 横跨20多州 已有超过2000人被捕 最新是奥勒冈州的波特兰州里大学 警方应学校要求 进入被抗议者霸占的图书馆清场 里面墙壁满是涂鸦 桌椅书柜被堆成路障 现场甚至发现自制的检疫武器 最终约30人遭到逮捕 美西时间周四凌晨 场面激烈的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警方在前两天挺以色列和挺巴勒斯坦 双方人马爆发冲突后 多次警告未果 强行进入校园拆除帐篷 也出动橡胶弹 烟雾弹和闪光弹 现场逮捕210人 校长陈通发表声明 表示暴力事件是校园历史上黑暗的一夜 强调将会恢复安全的学习环境 天亮后校园草坪上满是垃圾 各式物品和帐篷 校方赶忙派员清理 甚至出动推土及帮忙 几天前在哥伦比亚大学 和纽约势力学院逮捕的300人中 纽约市警察局表示 近半都跟这两所学校没有关系 不过拜登否定众议院议长强声 提议派国民兵镇压 但也说这取决于各州州长 拜登这个答案恐怕让抗议的年轻学子失望 尽管政治压力急剧升高 拜登名言加萨政策不变 再过半年 拜登就要迎来总统大选 处理这个议题 其实有如走政治钢索 谴责反犹太主义的同时 也要支持美国年轻人抗议的权利 但拜登的以色列政策 左右两派都不满 根据CN最新民调 高达71%的美国成人 不满拜登处理以色列哈马斯战争 当中18到34岁青年 不认可比例更高达81% 现年82岁的参议员桑德斯指出 当年前总统詹森在国内政策上 是位好总统 但就因他对越战的看法未获认同 1968年被迫放弃竞选连任 分析直指 拜登想要连任 同无法承受漫长言下的示威抗议 拖到8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沸腾 然后持续到选前与对手前总统川普肉搏 这恐怕也是为什么拜登周四终于选择站出来讲话 尽管拜登资深幕僚私下否认 这波学运的代价可能是拜登的白宫宝座 他们认为跟今年约4100万Z世代的选民数相比 学运参与人数相对少 但只要学年继续 抗议就不会消失 而共和党和保守派已经磨刀祸祸 准备拿这个议题开刀 体育生活综合报道 延续没选的话题 我们来看看拜登的对手 就是美国前总统川普 说是在一场的私人聚会当中 就指控拜登将美国司法体系 变成打压他的武器 同时将拜登的选战策略 与希特勒的盖世太保相提并论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所提到的这份内容 是根据一名川普的捐款人 所提供的录音档案 川普在90分钟的演说当中 指控民主党人营运盖世太保政府 还提到这是他们胜选的唯一办法 川普也痛批了 让他官司缠身的检方 包括目前正在纽约进行审判的封口废案 川普同时也谴责民主党政府 为了消灭总统选战的主要对手 策划猎物行动 不过拜登阵营否认发挥任何的影响力 没有去做出任何的行为 导致川普被告 好我们再来看看习近平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抵达法国 展开国事访问 那么行程满满 今天他将与法国总统马克宏 以及欧盟主席进行三边会谈 各界关注看他们到底要谈什么 法新社报导指出 马克宏已经当面向习近平提到 大陆军援俄罗斯 以及大陆扭曲市场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5号搭乘专机抵达访欧第一站法国 法国总理在巴黎奥利机场迎接 还用中文问候 接机现场 法国官方准备了红地毯礼宾接待人员 陆媒形容习近平受到高规格礼遇 专车离开机场前往饭店途中 还能看到不少大陆留学生 华侨拉布条欢迎 访问期间 我将同马克龙总统就先行事下 中法中欧关系发展 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一下机就发表书面谈话 同时也在法国费加罗报 发表数名文章 内容提到理解乌克兰危机 对欧洲人民造成的冲击 希望和法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一起找到解决危机的合理方法 习近平今天将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罗恩 举行三边会谈 在三边会议前 欧盟委员会主席范德赖恩表示 会当面和习近平讨论 大陆产能过剩 重创欧盟企业的问题 法新社则报道 马克宏会在和习近平的双边峰会上 着重讨论大陆军援俄罗斯 以及陆方扭曲市场两项议题 习近平时隔五年在访欧洲 纽时评论 习近平选择造访的法国 塞尔维亚 匈牙利 都对美国主导世界秩序提出质疑 把大陆视为制衡力量 习近平这趟出访 似乎有意趁机弱化美欧连结 TVBS新闻叶俊宏 林明珍 综合报道 我们刚刚看到美国 以及大陆美中角力 那么继续下来讨论到的是俄乌战争 说是五月九号大阅病这一天 俄军想要赶紧的展出战果 所以在乌冬持续的推进 同时轮番轰炸 奥德萨以及哈尔科夫 但是乌克兰的士兵 现在也在咬牙苦撑 因为终于要等到一个好消息了 传出第一批的F16战机 有机会在五月份 也就是这个月 正式的投入战场 乌克兰打二军战车 又靠无人机小兵立大功 一架小型无人机 从后方慢慢飞低靠近 紧接着下一秒 一头撞进战车里 自杀攻击 乌克兰第47机械化缕同时 也用布莱德类战车下马威 锁定一辆满载二冰的坦克车 上途士兵经绝被发现后 连忙下车逃难 车辆最后还是难逃被毁命运 根据战争研究所 俄罗斯目前人朝盾内刺客 西部和西南部进攻 前线战时没有确切变化 俄罗斯则声称在 辛米哈伊洛夫卡 也就是先前乌军战术 撤离的小村往前推进 即先前哈利波特城堡被毁后 二号晚间乌克兰南部奥德萨 又烈焰冲天 遭俄军发射飞弹攻击 酿成十多人受伤 这次被锁定的 其实是一个完全无害的邮政设施 其实乌克兰近期才宣布 要发行新的纪念邮票 邮票中将战争以来毁掉的 俄罗斯黑海军舰全数列出 俄罗斯是否因为没有面子 报复攻击留下想象空间 同天俄罗斯也继续攻击哈尔科夫 波及一处体育中心 还有民宅的老人家受害 头破血流 同样眉头深锁的 还有乌克兰电厂员工 这座地点保密的电厂 到处残破不堪 失去百分之七十的发电能力 其余乌克兰前线的士兵 还因为缺弹问题 笑不出来 只盼望承诺的军援能加快交付 倒是说了好久的F-16战机传来好消息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透露 首批F-16有望在东正教复活节 5月5号之后抵达 但确切日期还是最高机密 今年5月 普清将迎来重大时刻 包含7号展开新一届任期 9号的二战胜利日阅兵 敏感时间 乌克兰联合国大使 却在X平台 PO出一张六种桥梁介绍图 唯独右下角的克里米亚克斥大桥 没有图示外观 被解读未来将毁掉这个普清骄傲 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忙着秀战果 在莫斯科展出毁掉的西方武器 但这类展览其实是模仿乌克兰 因为在基辅早就展出 各式各样毁掉的二军战车 2号访问乌克兰的英国外相卡麦隆 也来参观 重申坚定挺污 而法国总统马克宏 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 被问到是否坚持不排除 派兵乌克兰的想法 他最后拒绝改口 强调不排除任何可能 美国情报认定 普清野心不变 还涉嫌在正常对乌克兰用 化学武器绿化库 不过克里姆林宫否认到底 而乌克兰则继续加强发展AI 从先前用AI导入 无人机助攻最新 推出全球首个AI外交部发言人 不只名字取了Victory 胜利谐音 讲话方式都更贴近真人 成为战争外另一个任何话题 点新闻 综合报导 那么进一步透过联想 带你来看看美国的企图心 这一回是串联了 第一岛链的亚洲盟友 要来反制大陆 这是美飞肩并肩反登陆 实弹演习登场 这回投入了2000人操作军备 模拟炮击 本台的采访团队也在现场直击 交给特派记者陈陈泰 美飞肩并肩反登陆实弹演习 现在又已经开始了 那么现在是美飞 菲律宾军方用炮弹 榴弹炮已经开始向海上目标物 发射炮弹 我们现在画面是菲律宾方面 所在的位置 包括腰动武和腰五五榴弹炮 各自发射两次 而镜头的在右方 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则是美军所在的位置 同样也是进行射击 击毁海上那些白色的目标物 一共是有7个目标物 接下来美飞还会持续出动 这些轻型武器 像是MAAWS 无后座力炮 还有javelin反战车 飞弹 飘枪飞弹等等 主要都是美飞在同一阵线 大约2000人操作军备 那么这些对登陆的外来敌人 进行炮击 以上是美飞反登陆 实弹演习现场情形 TVPS将持续为你掌握 好我们刚刚通过连线看到 这是美飞的肩并肩的军演 实弹演习 美军也秀肌肉 而且是在空中展现 优异的空战实力 对外首度公开测试 由AI系统控制的F16战机 与飞观驾驶的战机缠斗 这回罕见的看到美国空军部长 亲自上阵模拟空战 戴上飞行员墨镜 整装出发 美国空军部长肯达尔 亲自上阵 搭乘这款由AI操作的F16战机Vista 有鉴于中国大陆空军数量 极其直追还建立无人机架驶飞行战队 美国现在也着手让战机可以有人工智慧 这次试飞还有另一架由飞观驾驶的F16进行缠斗演练 AI操作的F16战机Vista 以时速880公里飞行 两机一度相距不到300公尺 试着将对方逼到绝境 除了提升空中战力 美军也没忘记要联合盟友 他们与菲律宾的肩并肩军演 重头戏即将登场 那么5月6号就是我们聚焦的一场军事演习 包括它的反登陆实弹演习 以及5月8号的海上打击实弹演习 下周的两场实弹演习 预计会有登陆舰抢摊 榴弹炮与反战车飞弹打击训练 这之后欧洲也将参与海上打击实弹演习 主要模拟集成敌舰 美国联手盟军演练 目标显然对准 解放军威胁 TVBS新闻 花正森 陈城泰 郑玉轩 刚看到了大国的军事角力 再来关注到这是大陆 大陆最先进的舰艇 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号 首度下海测试 现在对外展示的是 这样的一个航空母舰 具备快速弹射舰载机的实力 解开码头缆身 有好几艘拖船牵引 缓缓离开上海江南造船厂 驶出长江口 中国大陆海军一号上午八点多 展开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号的首次航行试验 这次海上试验需要一年多的时间 主要测试福建号的动力电力等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海事对于航母交舰前是最后一个阶段了 因为一艘航母 它从开始建造就是切缸 然后是下水 然后是西装 最后一个阶段就海事 首先航母是作战的舰艇 要速度快 快的航空母舰可以短到每小时30海里 而慢一些的也可以达到20海里 但光快还不够 在海上的灵活度也是重要关键 那就要检验它的转弯半径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在海上看到 就是航母在原地 大大的画了一个圈 或者说画了一张柄 但是这个柄不是画得越大越好 而是说越小越好 转弯半径 越小说明你的航空母舰越灵活 福建号预计到2025年底或2026年初 才能开始服役 届时大陆海军才能真正进入三航母时代 不过专家分析 过去辽宁号和山东号 都是以苏联时期的技术打造 福建号的最大差异就是全部国产制造 福建舰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 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 采用平直通常飞行甲板 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 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 除了排水量 相应的动力和推进系统 都和辽宁号山东号大有不同之外 福建号采用电磁弹射器 也就是说可以更快速更有效的弹射舰载机 而且传出将搭载最新型 歼35双引擎战机 与蒸汽弹射装置相比 电磁弹射装置精度高 维护维修简单 使用方便 准备时间短 还能够弹射无人机 因此成为现今世界上 最先进的弹射装置 尽管大陆官媒吹捧 福建号是中国最先进的航空母舰 但军事专家认为 它和美国的航舰相比 仍然存有差距 难以相提并论 福建号它是采取蒸汽涡轮机的设计 也就是稍重油的部分 美国是采用全系列的核动力 所以在航行的距离 以及电力的提供能力上面 美国的航舰还是占有优势 福建号在尺寸上略小于美国的福特号 福建号长约300公尺 宽40公尺 在排水量和舰载机数量上 美国航空母舰都占有优势 然而北京靠数量取胜 事实上共军军舰数量 早在2014年 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之冠 根据美国五角大厦去年10月的报告 解放军拥有370多艘作战舰艇 美国海军却只有292艘 北京造船和下水的速度宛如下水饺一样 全国有200多家造船厂支持海军 美国却只有4个承包商共7家造船厂生产 军事专家更透露 中国计划到2035年建立6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其中至少4艘航母是核动力 对南海台海的威胁恐将倍增 为了因应大陆和北韩的威胁 美国海军部长戴杜罗向国会议员喊话 美军应该在印太地区部署更多雷型标准三型拦截飞弹 才能应对印太区域威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军备竞赛一定少不了讨论到的就是印度 其实在印度的全球军力排行排在第四名 印度也拥有核武 已经完成了第十次试射烈火五行洲际弹道飞弹 现在军事专家以及学者一致的研判 印度这回首都验证了多弹头技术 将来将会用在反兰节 印度自研自制 烈火五行洲际弹道飞弹 上月11号从境内的卡兰岛上再次升空 明明是同型飞弹的第十次试射 官方高调让各界更好奇 显外之音 这一次的军演你可以看到 印度并没有真正的参与或是派兵出席 但是他把这个超高音速的导弹 送到了菲律宾去 他又在这个孟加拉湾 这个欧迪萨的旁边一个小岛 那也去试射那个烈火五 所以你就看到其实 他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最好是不要在南海这里乱动 那不然的话 其实我印度也是可以 这个射程还是可以达到北京的 射程上的危折意图 还显而易见 非但弹头内的秘星 恐怕才是反复测试的主要目的 技术与时俱进 甚至获得了多国采购 中共的红旗系列防空飞弹 足以抵消拦截 数量有限的中远程空中威胁 包括核武 外传烈火五的这次试射 是头一回尝试应用 多重独立重返载具MIRV 在弹道飞弹的B端装载多枚核子弹头 可以针对彼此间隔数百公里的 不同目标同时发动攻击 让防空系统难以兼顾 这项运用并非新技术 但是具备成熟能力的 当前只有联合国安理会 美中二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 不论是增强火力或是让火箭推进 后关高潮因素 印度本就不俗的科技实力 近年投入飞弹研发的比重 似乎稳定增加 最初的用意是抗衡邻国 中印边境他们在62年 才刚发生这个边境战争 所以64年他去发射热原子弹 对印度来讲 这是一个还蛮大的这个威胁感 所以他差不多在那之后 他就开始去研究 研发这个核弹的这个试射 成空试射之后 这个巴基斯坦又在半年之后 就陆陆续续的 也都不断的在试射 军备竞赛 反映长久以来的地缘冲突 又碰上了美俄持续主导的 代理人战争 强化印度悠患意识 如果核弹头的携带技术 取得显著成果 亚洲核武版图将随之改写 事实上我觉得以一个 他要加入就是武昌 可能变成第六场 这种大国崛起的角色 他这是他必须要有的能力 所以他在这个时间点 再去做这样的试射 然后接着就是之后 要往中东的方向去走 这个是非常有决心的 访问目标正好 和印太战略的框架 避肩而行 美国是否也打算 在这一局借力使力 川普任内的受提的 当时是印太的地理的概念 印太倡议 但慢慢慢慢 弱势到所谓的印太战略 那到了拜登在2021年 1月20号入主白宫之后 在名词上 拜登政府是沿袭 印太战略这样的字眼 但在内涵上 当然是更扩大了 对于盟友跟潜在伙伴的重视 其实很清楚 就是借由区域的国家 当然包括印度在内 想办法去牵制中国大陆 但是他不会去百分之百 拥抱别的国家的印太战略 因为他还是保有自己的 弹性自主的空间 所以这就是国际政治里面 最复杂的地方 武力要尽 仍起源于地缘政治 中共会因为崛起的核武新势力 而戒胜恐惧 还是更急于找寻另一个压力出口 情势变数似乎越来越多 TVB新闻罗石鹏耶斐 看不到 回到世界新闻的现场 一起来聚焦香港的难民问题 要在香港取得合法的难民资格 其实并不容易 特别是在2022年以后 香港政府紧缩规定 也就是庇护申请 只要第一次没有通过 就必须直接遣返回国 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所以许多想要移民香港的 非洲难民新会议了 这则报导要带你来看看 苦等20年的东非难民 艳阳下汗流夹背 已经是花甲之年 却依旧找不到 属于自己的荣生之地 来自东非内陆国家普隆地 格里曼纳20多年前 跨越印度洋 从自己的国家逃到当年 在亚洲鼎鼎大名的 金融中心香港 身为律师又是人权提倡者 格里曼纳被祖国政府 当成眼中钉 选择落地香港 只因为当年这是普隆地 唯一免签证的地方 只是当飞机落地 迎接他的确是香港移民局的逮捕令 因为在21世纪初期 对一般香港人来说 难民确实是陌生的存在 香港在越战结束后 接纳20多万名越南难民 却也持续带来社会问题 所以港府对难民庇护格外严苛 香港政策允许难民可行使 免遣返申请 也就是经过确认 回国将面临生命威胁 可转借联合国难民署安置第三国 由于太常被当作移民跳板 不只传出有假难民 这些外国移民 更是犯罪的乱源 香港的免遣返申请 在2022年又出现变化 只给一次申请的机会 如果遭到官方拒绝 就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会直接遣送难民回国 就像电影复读青年的真实版 寻穷庇护的难民 每天得提心吊胆过生活 而且没有合法身份工作 更是难找 纳韦德经历八年的光阴 拿到认证 但他已经算幸运 香港超过1.5万难民 15年内2.9万 比免遣返申请 只有330件成功 有的难民已经在香港 落地生根 甚至生活到第二代 而且多数小孩 从一出生就没离开过 2019年的反送中 香港从750万人口 一路减少到730万人 北京政府打压 导致异议人士大举出逃 香港人选择离开 但难民还是持续涌入 而且疫情后 人数不减反增 对难民来说 香港人具有吸引力 逃亡寄居香港 成了难民们的选项之一 只是反复审核 却让逃到香港的难民 依旧找不到荣生之地 TVP新闻 那么在这个大陆 五一小长假的部分 游客们除了到处去玩之外 看风景看古迹 特地到上海 以及杭州来拍警察 包括像是特勤的帅气远景 那么就连在杭州这里 也被出现了一位杭州普姓慧 民众认为他灵动的双眼 与白皙的皮肤 不输南韩女明星 天空不时飘着雨 上海外滩的游客 人兴致不减 抢拍万国建筑群 或跟和平饭店合影留念 但有些游客 对古迹兴趣缺缺 他们把镜头 对准全副武装的特勤队员 太帅了 穿制服给人一种安全感 还有装备 不要有滤镜 抖音上刷得过 所以我就过来想拍两张照片 颜值跟明星没两样 穿起制服出勤 更让一票粉丝尖叫不已 今年大陆五一廉价 各大社群平台 不时出现帅气和美丽的民警 意外掀起讨论热潮 我是上海的 然后我就是觉得警察们都 非常的英俊 然后很漂亮 哈喽 要帮忙吗 笑容甜美 态度亲切 今年五一长假爆红的女交警 还有她 旅游高空期间 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做好规划 做风出行 90后的女交警李毅 以前当过高铁列车长 由于从小就向往警察和军职 因此五年多前入行 成了武汉街头最吸睛的一道风景 执法时态度温柔 加上外情超亮眼 这名专门负责在杭州西湖 执勤的女交警叫袁宇佳 今年28岁的她 毕业于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曾当过舞蹈演员 看她用手 指着不守规矩的用路人 即使表情凶凶的 照样可爱程度破表 让大陆网友直呼恋爱了 我们站在这个岗位 能保证道路的畅通和帮助 民众们我觉得很自豪 大陆警察在五一长假期间 大举出动维持秩序 没想到掀起一波 另类追星热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所以社区平台的魅力呢 刚看到是大陆的交通警察 回到国内我们来看看 有人利用直播销售植物盆栽 但是成了这一名男老板 噩梦的开端 说是有女客人对她跟踪骚扰 她忍耐了四年 不想再忍了 决定报警提告 直在老板在脸书粉砖 po影片 只见一名女子站在门口 私下张贴在门口的纸条之后 再慢慢徒步离开 老板控诉就是证明 没有交情的女顾客 长期骚扰她长达四年以上 我觉得她就是最近都来贴纸条 然后把我贴的在我门口贴纸 她还把它撕掉 她很厉害叫外送人员 然后按我的门铃 所以我都贴了一张纸 造成你生活上的困难 对 然后就每天早上要收很多 食物 然后她都是故意挑凌晨 或者说比如说早上七点 很在你休息的时间来招牢你啦 这个起码四年有 绝对超过四年 我曾经真的是 说南天也真的有想亲身的念头 然后我有传讯息 跟她讲过这件事情 但她也是不动于衷 变异小精灵 这么漂亮的品像 一颗三块钱 指责老板经常在网路上直播 贩售各种绝类职务 她说直播后的生活 演变成骚扰梦魇 她控诉女顾客骚扰的方式 包含疯狂打电话 个人网路银行全被锁住 她竟然转账备注留言 就算自己办新门号也被入侵 各种简讯更改密码 连iPhone都被控制 骚扰无止境 她之前知道我原本的手机之后 我以为我新办一支手机 她就不会知道 但是好像知道一个人的 身份证之后之后 什么东西都可以查出来 所以她我的两只电话都知道 然后她之前也是 一天可以打上百通电话的骚扰 她说再也无法忍受了 因此5月3号前往警局 提告39岁的女顾客 违反跟骚法 就派女方可以停止疯狂骚扰 警方表示 除了通知女顾客 道案告诫之外 也会在这半个月到一个月内 在指摘老板家附近 设立巡逻箱 加强巡逻 TVBS新闻顾首昌 谈谈报道 刚看到这名男老板 忍受了长达4年的心灵压力 那么案件的起源 也来看看 第一支的手机号码 是如何取得的 说原来双方 曾经因为买卖纠纷 对不公堂 告上法院 女子疑似就是在过程当中 取得这名男老板的电话 才会衍生后续的 跟踪骚扰的情形 那么律师也提醒了 这样的一行为 已经违反了跟骚法 最终可以除5年 有期徒刑 提供现场服务 顺便帮网友 解决植物上的疑难杂症 云音店老板拼事业 不少直播都是两小时起跳 因为我不想让他根系 直接碰到 因为我觉得 虽然一样是天然的 但我觉得还是要 让他有点缓冲 不要直接碰到 多个社群平台经营生意 但也就是工作到一半 经常遇到女客人多次拨电话 骚扰频率已经高到 不堪其扰 两个人到底怎么会有着急 就是因为先前 以买卖纠纷 告上法院 间接取得个资 就算换手机 对方总有办法继续 夺命连换空 律师警方都说重话 类似情况不明的让人联想 最近在 OTT平台 热播的影集 《巡路宝贝》 这女人都在骚扰 对 可能6月了 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 我认为她需要帮助 她来到我工作 我家 她每次送我电邮 她每次通过电邮 男主角被疯狂爱慕者缠身 病态狂发上千则讯息 故事真实程度 让人光看就有些窒息 而这也是喜剧演员Richard 自编自导个人经历 播出后一举腰上观看 排行第二 影集剧情真实上演 对当事人已经是多重折磨 TB群 许家人这么绝调不到 一起来看看 在这个金融市场 有个最新的话题 或许可以让这个AI 来帮忙选投资标的 这是OpenAI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4 准备跨足金融产业 摩根大通推出的 Index GDP人工智慧工具 将协助推荐客户 符合需求的投资标的 我们看看这个最新的消息 其实早在去年 摩根大通就已经申请注册 Index GPT商标 当时引发一连串的揣测 那么现在呢 确定发表名为 Index GPT的产品 那怎么用呢 是使用OpenAI的GPT4模型来开发的 先利用云端计算软体来分析 以及选择合适的客户需求的证券 摩根大通市场交易部门主管表示 这只是将AI整合指数产品的第一步 目前摩根大通已经雇用1500多位的数据科学家 利用机器学习工程师正在测试GPT技术的多个使用案例 不只是小摩 高盛以及摩根石坦利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 也都在内部进行相关的AI产品测试 欢迎回来一起来练习如何好好的管理冰箱 一方面有省钱概念 二方面也顾及食品的安全 延长保鲜非常重要 因为有医生提醒 很多民众以为食物要放到常温 或是变凉一点才可以放进冰箱 这样子其实反而容易滋生细菌 食物应该在五六十度的时候就要摆进冰箱 才可以维护食品安全 冰箱保存里头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把它密封起来 避免食物就是曝光 曝光很容易就有食物交叉的风险 食物吃不完很多人会冰到冰箱 但千万不要把冰箱当储藏室 必须遵守摆放原则 越是干净的就要越放上面 煮熟的最后是生的 为什么呢 有一盘肉 它不是旁边会有血脂吗 如果你把它放在最上面 就下面是水果 不是会污染到它 所以我们就把水果怎么样 可以放在最上面 或是煮熟的东西放在上面 那你要退冰的东西 你就可以放在怎么样 最下面这一层里头 营养师说摆放食要依照 上熟食下生食的原则 熟食摆上层 生食摆下层 避免交叉污染 冰箱门旁的置物架 通常温度较高 适合摆放调味料 不容易坏的食品 并善用保鲜盒 密封袋等工具 将食材分门别类 室温如果是18度的时候 我打开冰箱 这样子超过10秒 你知道温度就会提升5度 这5度的时候 你知道细菌 就可以大量的复制生长 不代表放在冰箱的食物 就不会坏掉 所以我们放入冰箱的东西 不管是水果或任何的东西 请你还是用保鲜盒 把它封起来 冰箱经常开关 温度波动都会影响到食物保鲜 至于买回来的蔬菜 可以拿大纸巾将蔬菜包起来 再用塑胶袋装好存放 能延长蔬菜长鲜期 那我如何让我的蔬菜 可以保湿又保久 那买回来以后 你的蔬菜就可以用到 所谓的这个湿纸巾 那如果你的蔬菜买回来 是湿湿的 就直接把它包起来 然后再用一个塑胶袋 包起来要露一点口 那你这个同时 就是可以保湿又保久 近期食安风波不断 夏天即将到来 5到10月是食物中毒高峰期 美食当前 正确保存食物 才能降低风险 东西吃不完 老一辈的观念 是要等到食物凉了 再放到冰箱 那医师表示 这样反而更容易滋生细菌 要放到冰箱的食物 不需要先放凉 大约60度左右 就可以先放到冰箱保存 细菌生长与温度大有关系 一般来说 当食物停留在 危险温度带7到60度 细菌就能快速繁殖 食药署就建议 食品调制后 在室温下 不要放超过两个小时 夏天时不要放超过一小时 避免把变质的食品吃下肚 不需要说 在等它已经回温到常温 我们才需要把食物 放到冰箱去 以前是因为担心压缩剂的问题 会导致冰箱的损坏 所以对我们来说 现在假如说 你在煮完饭之后 你就会这一餐里面的东西 可能不见得会吃得完 那我们就会建议 你可以先用分食的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 就已经可以直接放入冰箱 这样可以避免说 当你暴露在外面的时候 可能无论是你放置的温度 或者是环境中 有可能有一些细菌性的一些落成 那会导致这个食物 腐败的一个增加 它的一个几率 食物的保存 我们现在一定要摒弃 所谓的先放常温 再放冷藏的这样的动作 而是直接把它送进冷藏或冷冻 因为主要是细菌 它不管是滋长 或者是产毒 都喜欢在二十几度C 大多数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所以说如果说 没有把它直接放入冷藏或冷冻的话 就等于是给它滋长 或是产毒的机会 但医师也提醒 冰箱只有冷藏冷冻功能 延缓食物的长菌时间 并不能杀菌 在台湾常见的食物中毒 有沙门氏菌 落挪病毒 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等等 一旦病菌在食物上滋生 吃下肚 恐怕会引发呕吐恶心 腹泻等症状 严重一点引发败血症 危急生命 上下滑道的症状为主 包括说它会连续性的呕吐 或是严重的腹痛 那后面会包括说 像下下滑道的部分 包括说可能会有腹泻的问题 那当然严重的 可能还会增加败血症 或者是像有些 免疫低下的族群 甚至会有一些脱水 或者是丧命的一个危险 夏季高温炎热 民众更应该多留意食物保存 一旦误食就有中毒风险 别把冰箱变成污染源 让食安危机再自家上演 TVBS新闻 黄冠伟 刘燕轩 台北采访报导 估访问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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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 您多少肯定留意hind Shen 感谢观看